被欄尾大酸是王羲之 膝蓋的膝 不過外界也質疑 王毅川的資料 難道真的是來自情治機關嗎 柯文哲怒嗆要王毅川快認罪 炮轟根本是看到了新的警總 大酸民進黨DPP is watching you 王毅川自爆監控百姓 用手機定位就能知道民眾 身分和年齡 但是中華電信說和王毅川 沒有接觸更沒給資料 王毅川資料哪裡來 至今沒有答案 外界質疑 難道是情治單位 直接給民進黨資料 才能讓這位高級黨工簡潔拿到 看到了新黨國體制 新的警總 DDP is watching you 監控百姓是何等大事 政府竟然查不到資料來源 王毅川說資料是用膝蓋想出來 在野黨怒嗆別再胡扯 快認罪 相信他是用膝蓋想的嗎 唉唷 叫他認罪就好了 他羅里都要說包 講那麼多幹 一定要出來交代 不可以這樣 難道人民正活在政府掌握中嗎 過去有人說財化法是中央拿來 簽制地方的工具 過去中央預算六都當中 高雄拿到862億高居第一 英國人口更多的新北台中 首都台北卻只有674億排名第四 補助收入更是六都的最後一名 當民進黨舉著民主大旗卻一邊用手機對百姓比對分析